腰椎间盘突出三个动作 治疗腰腿疼痛、腿脚麻木 有了效果也要坚持并且好得更快 一段时间过后你就会来感谢我 大家好,我是北京公立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马学红 您知道吗,腰椎管狭窄的患者呢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间歇性薄形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症状 或者呢,患者走一段路呢 就会出现小腿的发胀、发酸、发沉 还有麻木、疼痛等一系列的症状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被迫的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歇一段时间呢,这个症状呢就会消失 那还可以继续走路 而骑自行车或者是弯腰推购物车的时候呢 通常不受影响,这就是典型的腰椎管狭窄症 这个疾病的病程呢一般比较长 发展呢也是缓慢的 但是生活质量呢也会受到影响 平时我们不合适的呢 做一些剧烈的运动又该怎么办呢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几个比较舒缓的动作 躺在床上就能够完成 既方便又容易坚持,还不用花钱 以下内容呢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点赞收藏起来保存好 第一呢就是曲腿抱膝 先左腿再右腿 每一遍坚持30秒 第二个动作呢就是婴儿式的睡姿 我们跪在床上 同步呢坐在后脚跟上 接下来呢双手想前移 在坐的时候呢 注意呢屁股要紧贴脚后跟 让我们用腰背弓成一个小的弓桥形状 这样呢就可以增加椎管内的容积 同时呢又可以牵拉我们背部的肌肉 坚持30秒到一分钟 那第三个动作呢就是把我们的双腿呢卷起来 然后呢想一侧旋转 坚持30秒 如果做不到呢就先坚持10秒 后面呢逐渐的增加时间 然后我们再做对侧的旋转 坚持呢每天呢早晚各一次 每次呢做两组坚持下去一段时间过后 记得来感谢我